昨天美国对韩国三星电子的 晶片补助已经排版定案了 宣布要提供三星 64亿美元的补助金额 那是比业界原本预估的 20到30亿美元多出非常多 甚至韩国媒体还以破格 来形容这个金额 那我们可以看到三星也承诺了 它将会在德州设两座晶圆厂 生产2奈米的产品 那先进封装厂一厂 研发中心一厂 总共有四厂 那总投资金额呢 他们也把它拉高了 从原本的170亿美元 扩大了一倍来到 440亿到450亿美元左右 那我们可以看到 其实美国不止资助三星电子 先前也资助了台积电跟英特尔 首先看到台积电的部分 美国资助的金额是66亿美元 那50亿美元是贷款的部分 那台积电的总资本支出 也提高了来到650亿美元 那要在美国盖三个厂 首先第一厂呢 4奈米就是亚利桑那州厂 明年上半年就可以生产了 二厂呢是3奈米 预计2028年会来进行生产 那三厂的部分呢 是进阶到了2奈米 预计2029年会来投产 那至于英特尔的部分呢 但你看到 美国政府呢 也补助他的85亿美元是最高的 而且贷款金额也是最多的 来到110亿美元 那英特尔总投资金额呢 他们预估啊 承诺未来5年内将会在美国投资超过1000亿美元 增设两座新厂以及翻新一座旧厂 那我们可以看到美国政府持续大动作的 对这三大巨头来进行晶片的补助 就是因为呢 他们想要来积极的推进美国的晶片发展 那目前呢 他们先前推出的晶片与科学法案 总共有390亿美元的补贴金额 目前已经花掉一半以上了 这三个三大巨头已经拿走了55% 等于目前剩下大约是160亿美元的金额 对此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就表示 商务部将在年底前 把补助金全部都发放完毕 那是要再加给他们呢 还是会有第四大巨头不得而知 那美国政府呢 以天文数字的补贴 持续的引进海外的领先企业 来到美国生产一些尖端的产品 显然就是想要以美国为重心了 来重新打造全球晶片的供应链 但是背后还有一个一层的原因呢 就是因为业界分析 这美国政府根本就是以巨额的补贴 当作武器 来引导台积电跟三星等等的海外企业 来展开投资的竞争 毕竟晶片与科学法案的目标之一 就是要让美国可以在2030年 生产全球20%的尖端半导体 不过呢 我们也不用过度的为台积电来担心 护国神山的地位是难以动摇的 因为呢 根据市调机构调查 去年的第四季 三星呢 在全球晶圆代工的市占率 大约是14% 仅次于台积电是排名第二的 非常亮眼 但是呢 第一名的台积电 可是难夸了全球超过六成的市占率 还是稳坐晶圆代工的龙头宝座 那至于第三大巨头英特尔呢 也极力的在这块市场有所突破 但是去年的数字呢 晶圆代工业务仍然是惨亏70亿美元的 以上就是这一节的财经内容 520就要上任的准总统赖清德 他的内阁名单又公布新一波了 那先前呢 已经公布了两波 包括现在已经确定的行政院长竹荣泰 以及副院长郑立军 还有内政部长刘世芳 以及文化部长林远等人 上面这两排都是已经公布的 那这次呢 是第三波公布了 这次公布的是财经内阁 总共有六个人 首先呢 是现任的数位发展部长唐凤 已经确定出局了 是由中研院资讯创新科技研究中心主任 黄晏南来接掌 那至于经济部长 则沿览了重岳集团的董事长郭志辉来出任 再来是国客会主委 是南台科技大学校长吴承文 国发会领头羊 则由资成创新咨询公司前董事长 刘敬青来接任 那常常呢 出现在媒体镜头前的金管会主委呢 则是由政大保险系的教授 彭金龙来任职 至于工程会主委 是宜兰县前代理县长陈经德 而这次呢 没公布的名单 其实还是非常多 像是传出财政部长庄翠云 以及乔委会委员长徐扎青 还有人事行政总处人事长苏俊荣 这三位都传出 接下来在公布名单当中 有可能是会训任的 那至于呢 现在实案问题连环报 主管机关的卫福部长人选 还没明朗 外界也非常好奇 不过呢 外界也分析哦 如果卫福部长要选一个新部长的话 新部长一上任 就必须要面对三大挑战 除了现在就有的食品安全问题以外 像是儿少的保护 以及健保改革 而且呢 他在立法院也将会面临 嘲笑野大的问题 因此这个人必须要对卫福部的业务 相当熟悉 而且善于共通协调 那目前现任的部长徐瑞源受访时说 他没有接到留任通知 而外界呼声比较高的 还有像是前立委邱太元 外传他身段比较柔软 而且非常的会协调 也曾经担任医师工会全联会理事长 是英系的人马 因此外界就分析哦 如果赖清德用他的话 更能够证明用人为财 而最后的呢 是赖清德的恩师 陈达医院前院长陈志宏 也是备受看好 因为他为人德高望重 也被认为是卫福部长非常好的人选 好 看完了人选 除了520就职在籍人士 必须要赶快任命之外 维持邦交友好也非常重要 像是今天上午 政府总统蔡英文以及赖清德 就会接见八国的访团 也就是巴拉圭来台的访团 那尤其是准总统赖清德 跟他们会面的意义更大了 而这次呢 巴拉圭应我国邀请来访的 除了是最大咖的 也就是国会暨参议院议长欧斐拉之外 其实还包括了参议院台巴友好委员会的 跨党派成员也都有来 而其实台巴已经建交60多年了 双边关系维持友好 像是这次来台的欧斐拉 他就是以最高票第四度连任的议长 而且他此行也是第三度的来访问台湾了 而昨天其实立法院长韩国瑜 已经先接见他了 而且韩国瑜在接见时更吐出了金句 他说巴拉圭跟台湾正好位于地球的两端 如果在台湾的土地上挖洞穿越地心 就会刚好抵达巴拉圭的国土 来替现场的气氛加温 另外根据了解台湾其实一直都有在跟巴拉圭 来进口猪肉以及牛肉 是占巴拉圭数一数二大的市场 而上一个年度 两国的贸易总额也已经达到了2亿2千万美金 而这次巴国来访台湾 参议长欧拉斐更是强调 巴拉圭对中华民国的国家认同是不曾改变的 他甚至还很热情的邀请韩国瑜可以帅团 来到巴国来进行访问 那可见我们台八两国的感情相当友好 昨天晚上你有开冷气吗 其实最近真的非常热 白天三十几度 晚上也有二十几度 很多人都在开冷气或电风扇来睡觉 但你知道昨天晚上台北跟基隆 差一点就要在七点开始限电吗 怎么回事呢 其实就是昨天晚上桃园大潭电厂新八号 一度是出现了跳机的状况 让我们的用电被转容量率 跌到了2.8% 是非常的吃紧拉紧爆的状况 因此台电就说了 他们马上把水力发电全部都打开 而且他们也打给台积电等等用电大户 告诉他们拜托能不能先帮我们省点电 用你们自己的燃油发电机 然后才带我们撑过了这一波限电的危机 让台北及基隆不用到限电的状况 其实台电也分析 这次有可能是地震后遗震之一 因为这次大地震 其实对我们的电厂影响还蛮大的 但您看到了除了桃园大潭电厂新八号 出现跳机以外 台中的火力电厂七号机以及八号机 也出现了破管正在检修当中 至于花莲和平电厂机组 一号机也出现了锅炉破管 原本在昨天就应该要抢修完成了 但是因为在大地震之后还不断的发生余震 所以抢修的速度就变得非常慢 导致有延期的状况 它目前还没有归队 那二号机的部分也刚好适逢碎修 所以也是没有办法供电的 所以其实很多的机组都出现问题 没有办法供给电力的状况 也让昨天一度出现差一点限电状况 所以台电也承诺说周末会来全面的减修 有地震的相关影响 看我们接下来还需要防备哪些状况 不过台电也给出了第二个原因 也就是现在天气太热了 用电量真的比较大 像是昨天4月15号 尖锋的用电量就来到了3527万千瓦 已经等同于去年5月下旬的尖锋用电量了 也就是现在民众真的觉得天气太热 打冷气电风扇都疯狂的开 所以才会导致时间还没有进入夏季 其实用电量已经非常大了 但是很多网友当然是不买单 觉得你4月才刚刚涨电价 现在甚至才4月中旬 怎么全台就差一点大停电了呢 甚至少除了民生用电 之后我们还想要盖更多的工厂 来发展相关的晶元或是AI 大家就质疑说真的有电可以用吗 因此也掀起了广大的民怨 接下来其实最关心小百姓荷包的 也就是夏季电价了准备要在6月进入了 台电其实也帮你算过了 我们到底要多花多少钱呢 我们可以看到其实120度以下的民生用电 是没有差别的 但是往上走像是500度以下的 331度到500度 夏季用电就来到每度3.63元 递增 其实大部分夏季用电都比一般用电 多了1.2倍左右 其实这样看可能有点抽象 台电也帮你算了 像是以夏季电价来说 两口之家 小夫妻 你们如果吹冷气 白天两小时 晚上睡觉吹8小时 那预估每个月的电费 会多60块钱 那如果呢 你有生小孩 四口之家 以同样的条件来说 两个房间的电费 每个月也会增加到100块钱 那如果你三代同堂好了 六口之家 怎会增加200元左右 那民生家户呢 的数字看起来好像还好 但对于小商家来说就非常有感了 像是手摇店啊 或是早餐店等等 一个月的用电是接近3000度的 每个月可能就要增加400到600元的电费 荷包也就会在受益圈了 因此现在其实涨电价已经引起民怨了 工电稳定的问题 台电势必是要拿出100分的精神来处理了 请订阅按赞分享环宇新闻YouTube频道 并且开启小铃铛 随时掌握全球时事与最新趋势